这个花呢和这个镜 用稍微淡一点的墨 或者是呢在这个淡墨里边 稍微再加一点颜色 你比如说加一点淡紫 或者是加一点淡褶 或者是呢索性呢就用一种啊 比较暗的一种绿色来画也可以 我呢调一个淡墨 淡墨稍微再调一点红里边 让它有一点红头 我们现在画灰蓝 也就是说 一个枝子上有很多花的那种 在画这个花的时候呢 你画之前首先要考虑到 它这个枝子上去以后 它的姿态和位置 然后呢花组合 这个必须要事先考虑成熟 这个画蓝花一般的五个瓣 有说六个瓣的 实际它有一个瓣 二是它的花蕊的一部分 实际真正花瓣是五个瓣 也就是说在画的时候 这个用笔要灵活 那就是这个花蕊的一个花蕊 那就是这个花蕊 你不是说这种花蕊 是我们的一个花蕊 那就是这个花蕊 并不是说这种花蕊 不过来的一个花蕊 所以那就是这个花蕊 它就是这个花蕊 那就是这个花蕊 画这个枝子 枝子要考虑它的动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